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昨晚A级比赛结束之后 解说李久又遭爆了狂喷 甚至逼得李久卸载了微博 起因就是昨晚第五局BP的时候 叶亮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第一手帮出城抢了露娜 我们都知道出城的露娜很强 但是在一手抢露娜是比较少见的 毕竟露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即便要选也没有必要在第一手就抢 解说席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解说席的李久和九折 对这个决定提出了质疑 但是语气比较平和 没有阴阳怪奇的意思 并且还表示出城作为千万野王 要展现自己的价值 然而就是这些话引起了粉丝不满 直接就去微博开喷了 李久和九折同时都被骂 实在看不下去的李久决定卸载微博 他发售的最后一条微博 就是自己被喷的事情 他表示无论说什么都会被骂 一旦有气就找解说来出气 春季赛结束之后 才会把微博重新下载回来 李久这次被骂确实挺别屈 莫名就安了一顿筹码 或许赛事离开微博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眼不见心不凡 等解说完春季赛 就不会再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 其实任何一支战队的粉丝都需要理智 比赛有输有赢 这才是真实的电竞 好好去鼓励自己的战队 比起喷人更加有用 相信所有的队员都不希望自己的粉丝去喷人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李久写在微博了 我是李飞白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